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是聊聊别的 老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 整天在网上结交很多朋友 今天老六来可以讲一个事 就是现在暑假 不是你最多的学生到处去实习 我是从我们组得到这个感觉的 你看现在我跟你说 存在着挺严重的剥削实习生的问题 剥削劳动力 免费劳动力 你看我们这个组幕后真的要说在编的 他就俩人 实习生现在就三个 等于你60%的劳动力 已经实际上是依靠实习生了 而且跟实习生相比 我们正式工我觉得怎么像文盲 好像又是哈佛回来的 英国留学回来的 什么清华大学的硕士 给我们当实习生 小年轻 还有一日本回来 辛苦了 没错 那天我一录完相一出门 他把我撞一列起 这日本女孩真好 鞠躬 你辛苦了 从来没这样的 那他可能接你的电话的时候 你在你看不见的情况下 也是拘着公说 对对对 他们说话都是 老六你在网上整天 就是跟年轻人接触特别多了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 我是在长江日报实习 武汉 哎呦 你看我们俩多有缘 我也武汉大学 对对对 我当年实习的那年 特别有 那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汉阳造纸厂的大火 连续着了好几天的大火 那个大火烧到最后是什么程度呢 就是方圆一公里之内的百油马路 全都供起来了 供了半米高 然后呢 包社给我分配的任务就是 早晨八点钟 就是在楼下等班车 接到那个现场去采访很多 救火的一些事 但是呢 我那天晚上 就是年轻嘛 玩 喝酒 闹得很稳 那时候就这样了 第二天早晨 就在床上睡着 然后呢 因为那个报社 长江日报社那会离江汉关码头很近 江汉关码头有钟 然后呢 我就忙忙忙听着江汉关的钟在想 当当 我就开始数 我说 哎 可能是八点了 我该起床了 然后他就想了七下之后 这会呢 我住在那宿舍旁边正在 可能工人们在修什么东西呢 然后拿着大锤子 啵一下 就把那第八下给盖住了 我一听 哦 这才是七点 我说再睡会儿 结果就 就会错过去了 哎呀 然后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职吧 但是幸亏我只是个学生 是个实习生 假如你是正式工作人员 你就要麻烦 他想罚我也没有工资 没得可罚 也没法开除你 所以后来 我因为我 然后我毕业之后 我就又开始带实习生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你要一定要抓紧利用这段实习的时间 你就把尽量把该惹的货都惹了 该出的丑都出了 你别等你工作之后 你再出丑 像雷文西街 对 你觉得就不好 没错 我也有体会 你知道当年 这个我们也是找工作 你像我在武汉大学新闻系 我大学第四年 就没在学校上过课 一直就白干了一年 实习生 他有一个初次跟这个社会上的大人们 打交道 挺拧巴的 而且我当时去广州 你不会讲广州话 听你都有困难 你在那干了一年 人家也没要你 所以我就听你说 你又把该犯的错都犯完 到最后 人家那个部主任 我记得临走的时候 甚至你知道跟我说什么话 他说 小豆 你是不是这有点什么问题 你明白那意思吗 其实一个实习生 他很害羞 到那跟他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人家讲的话 你也听不大懂 所以你老显着 你反应迟钝 时间长了 人觉得你 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 是你年轻 你显得不懂事 现在你看前段时间 我听一个北京晨报 几个朋友 他们在聊他们的实习生 就完全是一种非常愤怒的一种口吻 什么愤怒的 他是比如在这个办公室里头 比如说咱们仨都是正式的编辑记者 都有座位 比如我在这坐着呢 然后进来一个实习生 你们俩这会儿都不在 他就坐在了窦文涛的桌子上 这座位上 然后待会儿窦文涛过来了 你说应该怎么办 按理说 这个学生应该让窦老师窦老师您坐 谁会坐人呢 对啊 但是这学生依然坐在这 那窦文涛一看我没坐了 他就坐在了徐子东的座位上 过了一会儿 徐子东又过来了 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 那窦文涛就得把徐子东的座位 让给徐子东 那窦文涛就站着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 实在说不过去了 我说年轻人 邓老师坐着让开 哎呦 然后这学生说什么 那我坐哪 他非常 你去调查一下 独生子女 对啊 然后这个 我们是在一块儿 在吃饭的这个过程中 在哥几个就聊起这事了 哎呀 都觉得特别不能理解 你说我们这个年代 你会这么 人心不古了 人心不古了 独生子女 徐老师那漂亮女儿 现在也是实习阶段吧 对 你担心她找工作吗 他们现在我不知道 我觉得觉得竞争提前化 他们就是一年级 一年级学生的第一个夏天 就说本来想好的旅行计划 就不去了 什么地方啊 希腊啊 什么土耳其啊 不去了 要去实习 原来就是美国大学里边的风气 就是大学生嘛 在就讲你 你夏天做什么 大家要比的嘛 你要是你家里有钱哈 你去中东旅行啊 你去南非啊 不出奇 你找到一个好的实习机会 很光彩 越大公司 你不要啊 一下子 华尔街什么地方 让你去实习了 很光彩 所以大家都是很积极 很早就在网上 他也不靠关系 他就在网上自己去 一家一家申请 然后一家去面试 然后就谈钱 还找到有钱的 一天三百块 还能是 一个月 一个月还几千块钱呢 这做实习的 还有很有收获 懂的东西也很多 在我们 在内地是不可能有钱 因为不单纯说是 你实习生 没有工作 很多正式工作的 他的提到要求 我可以零工资 对啊 因为他就要的是 这个社会的竞争的提前化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对他们压力很大的 实习生他最后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比如说广怨 广怨从七八年开始招生 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 从七八年 然后之后的毕业生 他们现在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 广怨这么散了 广怨的就是 当年的毕业生的孩子们 现在都已经到了实习的时候了 所以基本上电视台 都被这些小孩们 给 那其他的孩子们呢 那叫近亲繁殖 这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我 我跟电视台的人接触比较多 那真的什么 你比如说我 如果说我有这个权利 我能安排这个实习生的话 我也愿意安排 我老豆 我们是同学 我们大学同学 我也愿意安排他的孩子 我不认识 但是造成的情况 可是家长呢 你应该心中清楚 要是有可能的话 千万别这么做 你尽量让你的子女去 不是你的专业 不是你的行业 去一些陌生的地方 不是跟找工作有关 我跟你说 学校师 我以为现在都市场经济了吗 各个单位不是看效益吗 那么应该说 就是认财是适用吗 应该是这样 但是真有朋友 托我的时候 就他们家小孩 这个工作 我想来想去啊 我就不能不承认 我还得跟他说 得关系 就不是说 就你们家小孩要真有才能 对吧 当然是可以正当渠道 找人事部 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呢 怎么样能有准呢 这我不能保证 你能 一定能到这工作 那怎么样 能保证我这孩子 一定到这单位工作呢 我想来想去 有准的 就是你跟老总 有关系 就到最后 我也得跟人家说 这实在话呀 你们家打听打听 跟老板 而且我都能跟他 说出几个人来 就是他 他 他 这就蛮重要了 这几个人 人家很大的 这几个人要能说 你能来 你就是个废物 你也能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你说竞争什么 前置 竞争提前 但是同时我发现 另一个现象 就是父母 这个手把手送一程 延后 你比如说 当年我去实习的时候 父母是使不上 什么劲的了 就是靠你孩子 自己去 哎呦 那个时候 我记得挺苦的 都不好意思 好像一个月 我爸妈妈就给我 五十块钱 也不好意思说 因为自己到外边 实习 多给家里 要钱 你知道惨到什么程度 我那个时候 实习 就愿意跟着出去采访 因为出去采访 能吃一顿中午饭 不是红包 能吃一顿中午饭 我在广州啊 后来我妈听了都哭啊 我到现在为止 我一天就吃一顿饭 那个时候养成了习惯 我以前上当代文学 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那是好多年前 那些香港的同学 他们出去实习嘛 回来就说 他们到了报社 就说跟组织部的 那个年轻人一样 就说学的 他跟我说 我去了三个月 都在做瓦沙奇 我学的障碍 鲁迅 一点都没有用 他们觉得现实破灭 现在会不会这样 我当年实习的时候 因为你原来在学校 你的那会儿 理想主义 那会儿学校的 跟社会 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有距离 那会儿你的衣食住行 在学校周围 它都是校园的氛围 然后我实习 就在报社 周围就是繁华的商业地带 理发 下去到饭馆 不是到这个理发馆去理发 我说我小姐 我要理发 您真的理发 我说是啊 我们不会 我说我是理发 我们真的不会 理发馆不会理发 对啊 去到了一个方案 完整 对啊 马上就 这就是最生动的一刻 就是对一个学生 走向社会 是最生动的一刻 是 是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 也是录音课 有一个同学在电台实习 他电台是 那个录音节目 有一个叫车票涨价之后 一个录音报道 那也是不愿意采访了 然后就把我们宿舍里 有成都的 有山东的 就用当地的方言 你来说 涨价之后怎么办 我们其他的社友 也不能闲着 在这个宿舍里 拖着箱子在地上蹭 做出人生喧哗的 这个背景音响 然后在旁边蹭 然后吵架 嗡嗡嗡的响 你这配合的还挺好 然后我们这节目 就做出来了 在实习的时候就会了 所以你这些老新闻 你感觉这么出来的 你又知道这个假新闻 他远远流长 他这么在发源 青年人就这么 被你们教会了 所以教到现在 我最近发现 最近的学生 香港 越来越少 那种组织部来的 年轻人的烦恼了 反而特别会做人 有时候就有点担心 就是说他们 做学问 做研究不认真 可是其他方面 做得特别好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帮我做TA的 就是做这个教学助理的 舒服啊 实际上你很舒服啊 什么事情 让你做得很舒服 只有一点 他写文章不好好写 这样的人将来 说明会成功 不过有一点 就是说你说 最后靠关系 你看才能 讲老实话 你像我们这个工作 你讲老实话 你就是哈佛回来的 什么硕士 我怎么能看得出来 好多人就说 你看我能不能当主持人 我说据我的经验呢 没有人能告诉你 你今天能不能当主持人 主持人是需要一个 而且跟运气 什么都特别有关系 也没有一个大赛 能够产生一个冠军 他就能当主持人 你可能啊 是某种机会 去了一个地方 给你做个节目试试 你做的不咋地 行 把你冷藏着 又过一年 你又碰到一个机会 又做不咋地 行 冷藏着 没准你时来运转了 第三年 崩登这个节目 恰好适合了你的特点 你火了 你出来了 我真的没有任何标准 可以说 你就能成为一个主持人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个学成了的学子 你回来 你到我面前 我真是 你们俩摆一块 我要谁啊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你要是学历史的 你要是学哲学的 一考就考出来 一翻谈话就知道了 所以大家现在不愿意学 你看现在全中国的文科专业 历史的不断减少 古代文学的不断减少 主持人专业 蓬蓬勃勃 那都是像股票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 从一代人来说 我也许老土了 反我总觉得 这不是正门学问 老刘我问你 你觉得你最后找着工作 是因为什么起的作用大 我们那个年代就更偶然 比如说我要考中文系 中文系那年没有招生 我要当作家 中文系没有招生 那我就考新闻系 考新闻系两个专业 我差不多 我当初也填的新闻系 一个是新闻学专业 一个是广播电视专业 我就看到广播电视 我说这是修电视的吧 那会我们真的以为 是电器维修专业 因为他不会对你的志愿 有一个什么辅导 或者有一个解释 就是全是靠你自己 非常偶然的这种 瞎打无状 那我就最后说 这电器维修我就算了 我就选了新闻学 那所以我们其他的同学 就在电视台 所以我就做报纸 他有很多非常偶然的因素 对我认真的就是帮 就是说年轻人想想 我说最后我想到底怎么着 能找着工作 我想了想去啊 说一千到一万 不能不看到运气 就是但我 不是我就想起那个时候 我们大学同学 有一个人在我毕年 毕业纪念册上 给我留一句话 还真的说明这事 他就说啊 就是你 你的理想 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但是你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值得的 一个人他有一个平均数 比如你有基本的素质 然后你做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 从事一份工作 然后自己安身立命就得了 但是那种特别大的成就 都是偶然 都是异常的世界 你比如说一个小说 如果所有的人都觉得好 那它就是一个好小说 然后卖的平平的一个成绩 可能意料之中的一个销售成绩 一个反响 越是那种 很多人都拒绝过的小说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对 它就是很多出版社 这种小说也能出吗 最后就出了 它就成了 狼图腾 也是被很多家出版社都拒绝过的 如果所有的出版社 出版人都认为这是个好的东西 它也的确是好的东西 但是它就是一个平均数的东西 最近我还看它一博客 还发牢骚的 不是 声讨呢 说哈利波特 七是几啊 对对对 七那本书 这还有个专业名词 这叫剧透 是什么意思 就是剧情透露 就是这个书刚出来第一天 上午在西南图书大 在西南图书大卖英文版 下午的时候 当地的这个北京的报纸 就已经把这个哈欺的这个结果 就就公布出来了 大标题就公布出来了 这都不道德 因为第一你的记者 你也不可能看完这个书 你想你上午买到这书 英文版 您的英语再好 也不可能说用几个 两个小时看完 赶快写稿 下午报纸就印出来了 你说你图什么呀 那个剧透是英文的 它从英文里翻译 这段剧透就行了 它就把这结局告诉你 它在美国的报纸出了 所以那个作家很火 就是美国的报纸 早把它通录出来的 他们 他那个香港登得更有趣了 香港是加一段说明 所以以下段落的文字呢 会把剧情透露 如果你对本书有阅读兴趣呢 可以拒绝看以下的文字 我们都盯着往下看 我看到是南方早报吧 南方早报是在 它是头版是 哈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热潮 然后它在头版上有一行字 具体情节在第二版上 就说有这个什么的读者 可以不看 他就提醒你一下 但是咱们的报纸 直接大字标题就出来了 就把这结果就 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 严重的简单粗暴的问题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刚才老六比较浅薄 现在绝对要往深了说 因为我刚才忽然想起来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很多 你的这个人生这一步一步走过来 都特别随波逐流 是啊 你比如说你考大学 可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你就什么热门 你就报了什么 或者说你自己的分就在那搁着呢 你只能报这个 你报别的你还考不上呢 那最后你就成为一个 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都很吃惊 哎呀我怎么干起来 这样了 但是我所幸我实习的时候 因为实习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这个 这个新闻这个工作的这个 就这个实质吧 一下让自己 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不应该干什么 就做广播剧的这些实质是吧 对因为那会儿 怎么说呢 你新闻系 那会儿还是一个很热门的专业 不像现在好像金融啊什么的 对那会儿 你说以后要当记者 好像也很了不起 我记得我在武汉实习的时候 这个指导老师分配我一个活 是去那个汉口火事站 暗访卖假发票的人 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假装成一个 就是刚毕业的学生出差 在武汉出差 那天下午就在 这个汉口火事站的广场上 徘徊了很久 也买了几张发票 跟别人也聊了几天 买了几张假发票 对啊 因为你你主要是要了解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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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访嘛 然后有一个中年妇女 就跟我聊得比较深 然后我就我就觉得可能能从她那儿得到更多的这种东西吧 也跟她就就靠在这个这个这个那个栏杆那儿 就说了很多话 哎呀最后这个妇女说着 她就把她的家里的情绪都跟我说了 因为她那个铁路职工 她有很多就是家属 然后就转成这个铁路系统的人 但是没有工作 嗯 那会住的都住汉阳的那种棚户区也特别差 哎呀 然后她就聊这个 同情那个 她就聊这个 卖奖发票那个人 对啊 然后后来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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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后女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 哎呀 她说我看着你特别像我儿子 哈哈哈哈 真的 因为她哎呀 那句话让我特别心酸 然后她就说 她说我儿子没有你那么有出息 你看你考上大学了 大学毕业了 又好工作了 我儿子没有工作 呃 就是这个事情呢 就让我特就对这个 我所从事的这个 就干的这个事情都产生怀疑了 你说这帮人有什么值得 值得揭露 或者值得打击的 啊 对吧 就是呃 即使这个假发票有个市场 那这个市场的原因是什么 更远跟着 那不应该是这些 她在那一瞬间呢 她的身份从记者转回作家了 嗯 我我 你作为作家的话 你这种人人生关怀就很深刻 可以作为记者你失职了 对啊 然后我就就对自己 至少那天下午的采访行为 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怀疑 那这个一个没有写作热情了之后 你回去那稿子写的也松松垮垮的 结果那稿子就被毙了 嗯 嗯 这个这个事也就过去了 但是这个事之后 呃 让我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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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就产生了 很多 对 这种怀疑一直保留到今天 对 我觉得就是 就包括对整个这种 所谓新闻事业的这种本质 嗯 那为什么你会有这种不舒服感 就是 他是一个弱者 后来我 我也总结 新闻 新闻事业应该是 不应该去打击弱者 对吧 你应该就像猫和老鼠一样 为什么老百姓喜欢看 老鼠 欺负猫 他不喜欢看 这个猫 去摧残这老鼠 因为 这个新闻 可是在你看来新闻 大部分是站在猫的立场上 我认为 呃 媒体至少不应该就是 欺软怕硬 对吧 你最最应该做的 你应该去 审判猫 质疑猫 对吧 但是你至少不应该去 老去采红那老鼠 这叫有良心的 所以我为什么老跟你说 你像我不是没有这种怀疑 但是干的时间长了啊 在这个整个媒体大机器当中啊 你被异化了 你被异化 就是说 你想的 完全像个打工仔的想法 哎 讲什么事 他们爱听啊 是吧 讲讲什么事 这个收视率就高了呀 哎 这样的话 我就很高兴 我拿到这份工资 除此之外 你其实是很冷酷无情的 你有的时候 不知道你在这随便说句话 你给人家带来了什么 但是 好像就是这样 他那奖发票 要是被拿 被人家买去 那另外那个 收验的人 那你可能管他的报销制度 都不合理啊 对 我们对报销制度 不敢说 对啊 为什么会造成说 你上次说过一次嘛 对对对 你不能怪这个 因为这有虚强后 还有什么